前面两期视频,我们介绍了南北朝的历史,聊了北齐,谈到了南梁,当北魏分裂为东西两位之后,整个南北朝成一个三足鼎立之势,其实这段历史是非常精彩的,远比我们所熟悉的东汉末年还来的血与腥风,南朝四个朝代,宋、齐、梁、陈、秘方唱罢我登场,但整个南方基本都是维持统一的局面,而北方的态势就没那么稳定了, 北魏孝武帝元修,逃到关中后,北魏被分裂成东西两位,高欢和宇文泰龙争虎斗了十年,最终双方的后代废掉位帝,自立为帝,高欢的儿子高杨建立了北齐,宇文泰的后代建立了北周,北周一直被北齐压制着,国力也相对弱小,可为什么北周却能越打越强?最终一举灭掉北齐,统一北方各部,本期视频我带大家了解一下宇文泰的发家史, 以及之后奠定北周朝一通北方的国策,宇文泰在家排行老四,有一个很响亮的字,叫黑他,其祖先源出于南匈奴,后融入仙卑族中,后来其部落被同为仙卑族的北燕政权慕荒晃所灭, 这个部族就融入了北燕,待到燕被北魏击败后,又归入了北魏,北魏末年,爆发了六阵起义,起义军中的一支魏可孤部队攻陷了武川和淮硕, 武川君主赫巴月的父亲赫巴杜巴虽然被俘,但后来暗中联合宇文泰之父宇文公,袭杀了魏可孤,宇文泰的大哥宇文浩,在交战中阵亡, 没过多久,武川又遭到北方另外一个游武部落铁勒的入侵,赫巴杜巴战死,宇文公领着家族逃到山里, 公元526年,北镇流民又开始起义,宇文公领着族人,也参加了起义队伍,可惜被北魏军击败宇文公以及宇文泰的二哥宇文连阵亡,宇文泰与他三哥宇文洛生,侥幸脱逃,随后加入另外一支起义军葛荣部队, 后来在福口之战,葛荣被北魏太元王尔朱荣所败,尔朱荣诛杀了老三宇文洛生,而宇文泰因为年幼,声名不显,所以才免遭其害, 后因宇文泰与尔朱荣的部下赫巴越同为武川豪墙势力,赫巴越又与宇文公关系深密,所以宇文泰被编入赫巴越部下,公元530年,宇文泰以步兵校尉的身份随赫巴越入关,后因军功,类意牵制征锡将军, 童言,尔朱荣被孝庄帝袁子忧所杀,袁子忧随后又被尔朱赵一杀,公元532年,大帅哥高欢攻灭尔朱时,拥为孝武帝元修即位,赫巴越随后被身为关系大形台,宇文泰身为形台所成,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,高欢此时已是北魏丞相,而宇文泰还只是赫巴越的助手,后来孝武帝元修不满高欢的牵制,于是与赫巴越相结,想利用赫巴越来制衡高欢, 随后宇文泰自行出使静阳,替赫巴越去了解一下高欢的嫡系,两人第一次见面时,高欢与留住宇文泰为其所用,但遭到了宇文泰的回绝,回到长安后,宇文泰被身为五位将军,公元534年,赫巴越联合侯墨成岳讨伐曹尼, 结果在高欢的挑拨离剑下,赫巴越被侯墨成岳暗害于平梁,在众人的推举下,宇文泰接管了赫巴越的部队,随后击败了侯墨成岳,替赫巴越报了仇,同时控制了关隆地区, 但也正是因为宇文泰的仓促上位,归下的六阵部众,并不是每个人都扶他, 此时的宇文泰,也只是一个关中军事联盟的盟主,其内部暗流涌动,各怀鬼胎, 赫巴越当年也还没能完全控制住这支部队,更何况此时才27岁宇文泰, 与其说宇文泰统帅各部,还不如说是来收拾残局烂摊子, 这期间有个搞笑的片段,在得知赫巴越被害后,宇宙将军侯景也跑过来打这个部队的主意, 想要收编他们,幸好没被他得逞,赫巴公虽死,宇文泰尚存,亲和为也, 侯景回到,我由剑尔,没人所设,意思就是,我只是一只剑, 要设效哪里,都是主人说了算,侯景的截狐,半途而废, 同年,孝武帝正式下诏封宇文泰为大都督,统领赫巴越所不人马, 宇文泰也果然是一个能力超凡之人,迅速稳定了军心,稳定了官拢局势, 成为有实力制衡高欢的一方雄主,公元534年, 北魏孝武帝元修遇起兵讨伐高欢,结果反被高欢逼走到关中,迁都长安, 北魏由此一分为二,但宇文泰显然不喜欢这个有自己想法的皇帝, 同年12月就把北魏孝武帝元修毒杀,改立听话的元宝剧为帝, 史称西魏,宇文泰为西魏丞相,都督中外诸军士, 此后十年,高欢与宇文泰展开了多次大规模的生死搏斗,双方互有胜负, 如果你不清楚这段精彩的对决,可以去翻一下我前面的一期视频, 宇文泰在东西两位的常年混战中越战越勇,但西魏的国力明显不如东魏, 特别是在芒山之战后,宇文泰差点被打残废, 于是从公元542年起,宇文泰通过广木观隆蚝友的方式, 来补充连年征战的军力损耗,开始从汉人中吸收兵源, 收编了关中豪强的湘兵部曲,任用豪强为相帅。 公元548年,宇文泰在原有仙卑族的部落组织八部支支的基础上, 创建了府兵制,然后封八位祝国大将军, 因为宇文泰地位早已超然,原始也只是一个挂名祝国, 所以名为八祝国,始为六祝国, 分别为赵贵、李虎、李毕、于锦、独孤姓、侯莫陈崇, 六祝国实际统领六军, 每个祝国大将军下设两个大将军,共十二大将军, 每个大将军下设两个开府,共二十四开府, 每个开府下设两个一同,共四十八一同, 每个一同领兵约千人,一个开府领兵两千, 一个大将军领兵四千,一个祝国大将军领兵八千, 六祝国合计兵力为四万八千人左右, 这就是史上赫赫有名的府兵, 这六位祝国入则为将,出则为将,自无文武分土之势, 为了让他们继承鲜卑三十六国及九十九姓, 于是宇文泰开始活悉尼,一面汉化,一面赐汉人鲜卑性, 李虎赐性大爷是,李毕赐性图和事, 赵贵赐性已服事,杨中赐性普六如是, 所以杨中的儿子杨坚,也叫普六如坚, 他们所统领的士兵, 借以主将的鲜卑性为自己的姓氏, 宇文泰创建的府兵制, 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, 府兵免除摇曳,还可以因公受填, 平时农王是耕种,农贤是训练, 装备要自备,干粮自带, 这也是为什么东西魏之战, 西魏能够抵挡得住高欢连续十年的功法, 而不至于垮台, 玉碧之战后,高欢惨败, 一语而终, 自此西魏扭转了过去的劣势, 和东魏开始势均力敌了, 后来高欢的大儿子高成, 把宇宙将军侯景一顿收拾, 侯景被迫无奈, 携河南十三州之地投靠宇文泰, 宇文泰同样提防着狡诈的侯景, 他先派人接收了侯景所限之地, 然后要求侯景交出军队, 入朝长安, 侯景这只狐狸肯定不愿意了, 于是他选择投靠南方的梁武帝萧衍, 之后善变的侯景, 在南梁发动了侯景之乱, 八百残兵角的南梁天翻地覆, 萧氏兄弟争权夺位, 相互残杀, 宇文泰乘机夺取了南梁的汉东, 益州, 襄阳等地, 西卫就此控制住了长江上游和汉水地区, 侯景之乱被平息后, 梁武帝第七子萧义, 选择在江陵称帝, 宇文泰随后命于井, 宇文护, 杨忠, 零五万兵进攻江陵, 两个月后, 江陵城破, 梁元帝萧义被杀, 西卫军洗劫了江陵城, 然后携走了江陵十余万百姓回关中, 而后东西卫之间, 基本以黄河为界, 此后各自蒙头发育, 宇文泰为了防止高欢的儿子高杨, 趁冬天黄河结兵偷袭, 于是连年隆冬之际, 都派人在黄河上凿兵, 然而, 就在宇文泰城侯景之乱, 捞了一大块地盘, 迅速崛起为三国里面最强的一个政权, 结果在两年后, 也就是公元556年9月, 宇文泰在北巡之时突然染病, 11月底就足于云阳, 10年50岁, 临终前, 派人急招侄子宇文护前去, 宇帝托付后世, 如果宇文泰能多活几年, 不要死得这么突然, 然后顺利登基, 我相信, 北周的政权不会那么血与腥风, 可惜历史是没有如果的, 临死前宇文泰说道, 朱子又小, 寇贼为宁, 天下之势, 蜀之欲辱, 以免利已成无治, 再回长安的途中, 宇文泰便病逝了, 之后宇文护扶持宇文泰的嫡子宇文爵上位, 但此时西卫的皇帝还姓托华氏, 而且六诸国也都是各怀鬼胎, 当年敖战东魏时, 各部不听指挥提前开溜, 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, 这时候宇文护拉拢了六诸国之一的宇景, 在得到宇景的支持后, 稳住了其他五位诸国将军, 随后废杀了西卫公帝托华阔, 善未于宇明爵, 宇文爵受善继位, 自称天王, 国号州, 史称北州, 这的确是一个高招, 如果此时不废杀了西卫皇帝, 其他诸国将军随时都会利用这个傀儡的权威, 来限制宇文家的名分, 果然, 即使没有了傀儡的权威, 六诸国里还是开始爆发了内斗, 宇文护把持着朝政, 赵贵自认为是元勋重臣, 对此愤愤不平, 便与独孤姓策划于杀死宇文护, 后来赵贵准备动手之时, 独孤姓却反悔了, 随后, 赵贵被人告发, 在入朝之时被宇文护诛杀, 独孤姓以同谋罪被免职, 不久后, 被宇文护逼着自己于家中, 至此, 宇文护很好地延续了宇文家的权力继承, 朝中再也无人敢质疑宇文家的权力, 但宇文护同时也惹怒了天王宇文爵, 他亲手福利的弟弟宇文爵, 竟然准备要暗杀他, 宇文护得知后, 废除了孝敏帝宇文爵, 此时的宇文护, 因自己的羽衣尚未丰满, 所以还不敢自立, 于是盈利宇文护数子宇文玉继位, 视为北周明帝, 宇文玉以天王不足以为天下为由, 改称皇帝, 宇文玉和他弟弟宇文爵一样, 不肯屈服于宇文护, 宇文护见宇文玉不好控制, 于是便设法毒杀了宇文玉, 从宇文护病逝到这时, 才过去四年时间, 他所托付的侄子宇文护, 前后毒杀了两任自己的堂兄弟皇帝, 外加一个西卫工地托法后, 此时的宇文护升任大宗宰, 总领左右十二军全清朝野, 成为北周的实际控制人, 之后立宇文泰的第四子宇文雍继位, 视为北周五帝, 年仅十七岁的宇文雍, 显然要比他两个哥哥来的原话有远时, 他深知宇文护的势力, 故而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, 继位后对宇文护是言听计从, 而且在日常中, 极力讨好宇文护, 还特意下诏称, 大宗宰进国宫, 轻则易坤任当远辅, 自今赵告及百思文书, 并不得称公民, 意思就是, 以后大家在赵书和百思文书之中, 不得直接称进宫宇文护之名, 这马屁开的, 让人多少舒服, 宇文护的母亲被北戚俘虏, 后被放回来, 宇文雍竭力奉承, 让宇文护一直享受着全臣的待遇, 让其没有篡位的想法, 让自己避免成为第四个被杀的皇帝, 宇文护明显可以做一个北周版的骁鸾, 但他没有废掉宇文雍, 思以为可能是宇文护在军功上的成绩不理想, 没有大战功, 没办法彻底让底下的人幸福, 宇文护在军事上非常拉胯, 特别是公元564年, 宇文护发兵攻打北齐, 在围困洛阳之时, 被北齐三节之首的段少打了个大败, 在部队的威望大大降低, 所以他也深知自己难以服众, 与其这样, 还不如安静地做一个享福的全臣, 这一过就是十二年, 公元572年, 十年三十岁的宇文雍, 决心铲除宇文护, 故意以劝谏太后戒酒为由, 骗宇文护进攻, 拿出一篇酒告, 让宇文护赌给太后听, 就在这个时候, 宇文雍突然举起御庭, 将宇文护击倒, 身旁的宦官随后用刀砍杀了宇文护, 把支朝政十五的宇文护, 终于倒在这位伴助吃老虎的皇帝手中, 诛杀了宇文护及其家人党羽后, 北周的大权真正开始落在了宇刘乃手中, 随后宇文雍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, 通过灭佛, 北周经济势头增长, 吸收广大汉人充当府兵, 大大的扩大了府兵队伍, 然后北宇突厥和亲, 南河陈朝通好, 于是宇文雍做好了攻灭北齐的准备, 而北齐的那几个皇帝, 特别是在高伟昏庸好色之下, 王朝已经是破烂不堪了, 而此时与北齐交好的柔然, 被与北周和亲的突厥灭了, 两国的形势瞬间发生了巨大变化, 再加上高伟自费武功, 毒杀了高长弓, 勒死了北齐的国之柱石胡绿光, 宇文雍看准了北齐的混乱趋势, 公元575年, 宇文雍自领大军六万, 直指和英, 后因宇文雍染病, 碎班师, 第二年, 宇文雍再次领大军, 挤入并境, 攻伐北齐, 公元577年, 宇文雍攻入夜城, 灭掉了北齐, 统一了北方, 可惜的是, 第二年, 宇文雍在攻打突厥的途中, 再次染病, 结果大军班师回朝, 回到洛阳当天就病逝了, 老天只给了他36年的时间, 在位18年, 却当了12年的魁勒皇帝, 属于他的高光时刻, 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, 宇文雍死后, 太子宇文雍起位, 然而这是一个酒色无度的皇帝, 在位未满一年时间就归西了, 十年22岁, 期间差不多杀光了他老爸留给他的净臣, 赶走了其他诸王, 导致宗氏势力衰落, 发病期间, 其老丈人杨坚缴照辅政, 宇文雍死后, 年仅七岁的宇文产即位, 而这是朝中有实力的宗卿, 也都已经被宇文雍赶回了自己的封地, 连续两任君主的短命, 给了普六如坚千载难逢的篡位机会, 九个月时间完成神器更异, 普六如坚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国最容易, 最轻松之人, 这也同时看出了杨坚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前的算计和布局, 运气是很大的成分, 但杨坚的实力也无庸置疑, 能够成功缴照, 轻松骗杀武王, 说明当时北周的民族矛盾, 已经非常剧烈了, 汉人世家门阀关拢集团, 为了家族利益开始抱团, 要不然, 一代名将为孝宽也不会公开支持杨坚, 公元581年, 杨坚废除了宇文产而自立, 改不耗为随, 北周宣告灭亡, 公元589年, 杨广南下攻灭陈朝, 随朝完成了大一统, 结束了至西境以来两百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, 其实以当时的局势, 没有江陵和江夏的陈朝, 根本就抵挡不住北周的功法, 北周完成大一统, 以示势在必行了, 可惜就是这样被清宗偷了头, 然后普六如坚按照宇文家的祖谱, 挨个诛杀了宇文宗士, 北周宇文宗士被普六如坚轻松团灭, 一个不胜, 成了中国历朝历代最悲惨的皇族宗卿, 可能是报应吧, 杨坚晚年自己也死得不明不白, 他儿子更是成了旷古至今的败家子, 最后死在宇文化级之首, 当然宇文化级并不是北周宗士后代, 随朝二世而亡, 人口锐减三分之二, 性的李二奉立晚狂澜, 短短几年时间再造华夏大帝, 而隋唐的政策框架, 也基本都是延续北周与北齐的制度, 隋律以北齐为基础, 而军事上的辅兵制, 一直延续到李三郎时期才被废除, 北周朝, 成也是关隆世家, 败也是败于关隆集团, 隋朝已如此,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三宗迺